字幕 李宗盛 中系煞車品牌 得您信賴 哈囉大家好 歡迎收看這一集的 老師推車 又來啦 睽違兩年的時間 從我們上次的Model X 到現在終於來了 Model 3 2020年的Model 3 LR 當初這個價格是在192萬的價格 那因為它每一季每一季 一直在價錢弄來弄去 配備有多有少 相信很多的特斯拉的 廣大的粉絲們 應該都比小斯拉清楚 所以今天呢 這個大家也知道 我對電車是非常不專業的 我只會這個逆風 從高雄開回台北啦 然後找地方充電啊 或者是里程恐慌啊 科技恐慌啊 我就老人嘛 好不好 所以今天呢 因為我們有VIP客戶 請我們幫他找一台這個Model 3 那找到了 那我們就順便呢 搭個順風車 來拍一下這個Model 3的試駕影片 那今天這一集呢 我不會有太多的介紹 因為我對這車真的不了解 沒有研究 就跟那時候 我們一群人在那邊玩OE 在那邊玩音響 在車上玩賽車遊戲 好像很好玩的 流老撈進大官員 那種感覺嘛 這個LR就是Long Range 稍微貴一點點 這個四輪驅動雙馬達 346匹馬力 行罩上面登記的是346cc 它行罩上面電動車 它就是以它的馬力來登陸 好不好 那今天第一次 這個看一下Model 3 我只有覺得比較特別 因為路上真的看到很多了 那常常叫Uber也常常會叫到 那我問你 如果說今天我說 這個是電車界的artist 你覺得車主會生氣嗎 不會吧 應該不會吧 這稱讚對不對 為什麼 計程車司機 節省成本 妥善率高 省油 省錢 這個顧客坐得又舒服 他又好維護 他開這車才賺得了錢 應該是這個稱讚吧 路上能見度高 所以我自己心裡面的感覺是這樣 因為再來一個就是它越來越平價了 我曾經覺得說 其實現在電車如果像特斯拉 我覺得目前唯一全村的希望就兩個 一個就R6仔的電動車 一個就特斯拉而已 什麼叫全村的希望 就是說如果有那種 100萬左右的電車出現 賣爆 所以特斯拉一直以來 都是一個討論度非常廣泛 只要是新聞風向一出來 新聞最喜歡帶什麼風向 特斯拉 它有一個重機 四輪兩輪 因為它要瀏覽率 我真的覺得 跟大家分享 不要在那個留言下面 在那邊嘴來嘴去 看那些新聞 故意丟個議題給你 你們就一群人在那邊吵 你不覺得你們很帥人嗎 為什麼背一個標題 然後一堆人就在下面 在那邊吵來吵去 大家理性發言 我開頭為了講一個電車 我已經打了這麼多的預防針 可以了吧 我有坐過這個車 但我也還沒有開過 Model 3 就借我這個機會跟大家分享一下 好來 它在這頭燈像什麼 青蛙 有一點像那個旅行青蛙 有一點像旅行青蛙眼睛 然後這個應該是方向燈嗎 上面這個日行燈 這個搭配的是19吋 235 4019 還滿薄的 側面這邊有一個小鏡頭 後照鏡下面有這個鍍鉻的修飾 這裡有一個小鏡頭 然後這個玻璃式的全景天窗 不能開 就跟那個 我記得Model X也不能開 它的門把很有趣 應該現在大家都會開了 就這個按下去 然後這樣拔 不就手啊 哇 可以可以啊 我這個手腕已經彎掉了 所以大拇指按 其實也不就手 也是這樣 對啊 反手 也是反手 如果左手開呢 左手開是順的耶 好不好 所以開特殊要用左手開 真的啊 左手開順很多 你看 怎麼這麼難關啊 這樣很順手啊 這樣就不順手 這樣很順手 小拇指 用手的話用小拇指 看啊 關不起來了 不是關不起來 你會有個習慣 比如說 你現在把它打開了對不對 那你想要這樣關起來的時候 你現在一直是在開的狀態 所以你到這邊的時候 它還是開的狀態 它才縮回去 所以它夾不起來 所以你要關門的話 不能拉著手柄去關 你要放開手柄去關 就很好關了 好 再來 我那天買回來 當天我就一直在觀察 我發現 公差真的蠻大的 比如說你看這裡 它這個整個折線是不平均的 你有沒有發現 這邊很近 而且這邊浮起來 你有沒有發現 它這個平面 不在一個平面上 但是這邊又在一個平面上喔 然後來到這邊就跑出來了 好 那再來看第二個地方 這裡你看 這個高低 你從側面拍 這個高低 應該很明顯吧 好 再給你看一個更明顯 如果你覺得這很明顯的話 那你就錯了 這邊還有一個更明顯 這後面整個騎起來 你看有沒有 好 所以他在講的公差 是真的 是真的 我曾經以前啊 那個星光三月啊 一樓就擺特斯拉 Model 3 然後我就曾經去看過 新車嘛 我一看引擎蓋就轉過 應該是出廠前有調整還是什麼 像很多車 出廠前都會調整啊 所以如果有一些你買進口車 你下次你可以注意看 我就有一個 朋友是買那個 福斯的新車啊 一買就跟原廠打官司 它那個引擎蓋 四個螺絲都轉過 它很不爽 然後到處去找 到鑑定司什麼 去跟原廠打官司 新車螺絲四顆 全部都轉過 雖然最後官司 應該也是不了了之吧 我覺得 欸 好喔 還不錯啦 你看這螺絲也有轉 你看 這兩顆螺絲都有轉 這顆沒有 這顆有轉 這顆掉漆 有沒有 而且它有補漆的感覺 轉過又補漆 好不好 所以這個車 多多少少都調整過 欸雨刷在這 雨刷 沒了 其實整個就是一個 這個簡潔的設計啊 它東西都很簡潔啊 簡簡單單的啊 這蠻符合 現代這個時代的 就整個都很簡潔 所以這個尾燈呢 那這個整個家族式的設計 每一台都長得一樣 那那時候我最近看了 它是沒有電尾門的 好像後來才有改電尾門 然後這個門打開 我覺得蠻有趣的 它這邊很細 你知道嗎 它為了要符合這個後掌風玻璃 這個很像什麼 日本那個神社那個有沒有 鳥居 鳥居鳥居 結果就像鳥居 這樣細細的 跟我們平常看到的車不一樣 然後這個開口偏小 不過呢 它開口做的蠻低的 所以它這一段 後拍板 沒想到它 它不是因為它做低啦 它是要把它做深 欸這個已經快到地板了 好深喔 欸我踢的到它欸 而且軟軟的 欸不過它的那個 行李箱的深度 蠻有的 蠻深的 好看一下內裝 非常簡潔的設計 那我開的過程中 我覺得有一個比較 也是比較不習慣 就是這個地方 地板有做一個凹陷 應該是電池吧 我猜 不過我是覺得還蠻方便的 因為我的腳後根 剛好可以卡在這 我是覺得還蠻方便的啦 好門板什麼都沒有 就一個開門的開關鍵 跟四個電動方 方向盤也是 就兩顆圓球 像滑鼠一樣的圓球 然後方向盤的盤徑偏小 那握感還可以 還不錯 選左跟右有沒有 然後從滾輪去控制 你後道鏡鏡片 那方向盤這邊是 方向盤喔 我看方向盤 哇 可是很長耶 我喜歡 那所有出風口都設計在這條 線板裡面 然後這 這個好像是真的木頭耶 真的喔 不是貼的喔 你摸摸看啊 我覺得摸起來 觸感像真的木頭 喔 對耶 像 喔 欸這如果叫雕刻師傅 在這這樣 雕一幅 親民善合圖 應該蠻帥的 應該蠻帥的對不對 如果它真的木頭的話 還是小雞吃米圖 那我就可以雕給你 哈哈哈哈哈哈 好啊它的高音喇叭 是設計在這上方 以前吼 我不知道啦 以前我在花錢 改音響的時候 據一些所謂的玩家 我得到的訊息是 高音喇叭為什麼他們習慣 設計在A柱的下方 是因為高音喇叭出來的時候 可以沿著這個玻璃的聲音 傳達到正面來 這是他們一個音場的概念 好不好 有錯在執政 這我以前接受到的訊息 是這個樣子 好直接所有的訊息 一樣都在這個資訊窗 那這邊跟這個 新世代的賓士一樣 是做這個懷檔撥桿的設計 然後左邊也是很簡單 只有一個雨刷 跟方向燈的功能 是設計在這個地方 這邊打開 鏡子 這個不錯 來來來 Nissan KISS學一下 我剛剛在講的 什麼叫質感 慢慢的亮有沒有 用鍵按跟鍵亮的方式 質感 背架是中間兩個 不過我覺得它有一個好處 它的椅子其實做的蠻薄的 所以即使它已經被電池墊高了 但是我把椅子調到最低 我覺得這個高度是OK的 它的皮革做的比較沒有皮革紋路 我會覺得比較廉價一點 包含這些車邊 皮革上面看起來就會比較沒有那麼有質感 然後後座 178公分配178公分偏小 我的腳已經 基本上是頂在前面的椅子上 後座有出風口 還不錯 然後還有附兩個Type-C是不是 然後這邊好像有做掛鉤 這掛鉤還蠻認真的 它是做一個按下去還不錯 有裝扶手嗎 你看人家做的就有卡住 不是直接在這邊標準 好它頭枕很小 我現在才發現 連前座頭枕都做的很小 好小顆喔 這膠有點硬化 奇怪 這邊沒有 可是這邊的膠是硬的 這邊的膠是硬的 這材質不太一樣 然後你摸這個 這才是橡膠對不對 這個比較軟 對啊 為什麼這個是硬化的 而且其實它這個膠條是硬的 材質不太一樣 不太一樣喔 好 看完了 注意試車吧 車就是那麼簡單 簡潔 有力 標準 試車 汽車教授 職人洗車用品專賣 FRODO 百年歐系煞車品牌 得您信賴 這怎樣 市區 雙馬達 零到一百四點六秒 三百四十六匹是不是 五十比五十費重 這個車好像19年就出了吧 這車出好幾年了 我們這第一次買 這一次會去買到 主要是因為呢 我們店裡有一個VIP的客戶 怎樣成為小絲店裡面的VIP客戶 就是你有來跟小絲買五台車以上 你就可以成為店裡面的VIP客戶 因為一般我們是不帶客巡車的 之前跟大家分享過 車找一找 我老婆又後悔了 我阿嬤不答應 之類的等等的理由原因 所以這個會浪費我們很多的人力跟精神跟時間 因為業務繁忙 我們就不幫客人找車 那這一次呢 我們就因為有一個VIP的客戶 那請我們幫他巡車 所以我們才有機會試駕到這一台 2020年的Model 3 好我們現在上高速公路 我現在覺得風切聲蠻大的 那底盤有一點點噪音 可是我覺得算還不錯 底盤的噪音抑制還不錯 風切聲是真的這邊比較大聲 大概A族這邊就有了 哦 不錯 我有一個感覺吼 就是剛剛我過彎的一個感覺是覺得說 它其實應該可以更快速的過彎 但是呢我感受到那個輪胎不太允許 它這幾吋啊 19 已經19了 應該19應該很大了 但是我覺得 可能這個輪胎比較軟 所以我覺得說 好像感覺可以更快速的過彎 卻覺得輪胎有一點點會不聽使喚的感覺 它這個好像沒有任何選配吼這台 所以這台沒有選那個嘛 自動駕駛 它原本有標準的 油跟車嘛 對啊標準的 只是沒有選22萬後來變11萬 這個 哦 底盤哦 稍軟 真的 過了一個好像坑洞的東西啊 出來以後我覺得車子多了 搖晃 多余震搖晃兩下 來 4.6秒吹一下 哦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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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 すごい耶 我跟你說 開到這車 吐到米冷的 水泥火的 剛剛要拼 只是它可以這樣噴噴叫我們沒有 它剛剛一直在噴噴噴噴噴 在放泡我們噴噴放泡 呵呵 只能按那個放屁 呵呵那不是按 我記得車子有什麼放屁音效嗎 對啊 欸這到底要講什麼啊 那就很好開啊 就是避震器稍軟啊 這個避震器換一下 我覺得不換避震器有一點晃哦 會有暈車感 那我不知道是不是因為跑36,000公里 所以它衰退 但目前2020年跑36,000公里 我開起來我覺得避震器是偏軟 過坑洞會有餘震 所以我在猜我剛剛的那個過彎 除了輪胎的因素以外 應該避震器也佔了部分因素 就是我會不敢開太快啦 所以剛剛我說的應該就不是太避震器了 因為我剛剛過彎的時候我會覺得有點可怕 50V 50 欸這不錯 這真的不怪那麼多人 有些人 難怪有些人會拿來開多元計程車 除了電可能他們覺得比較節省以外 我覺得還有一個是 它開起來是很輕鬆 如果要當成一台代鋪車是很棒的 里程的話我記得Long Range好像公佈是在560 所以這個隨便應該也要500吧 其實有蠻大的盲區欸 還是我坐的位置的問題 因為它一柱真的蠻粗的 再加上這個三角窗跟後照鏡 這個盲區蠻大的 所以我要瞄一下 欸不過它隔音在四區不錯欸 高速比較少 高速有風切聲 但四區少了那個風切聲以後 發現隔音還算不錯 只是就是會一直聽到捷運那個聲音 吾噢 那個有沒有 電車就是要一直聽到那個聲音 欠気习 seniors 啊我們沒有開那個叫什麼 洞人軌衝 洞人軌衝 很舒服啊 很滑啊 我覺得開下去就不舒服了 我現在開學很舒服 我們就維持這樣好了 真的啦這樣很舒服卻很順啊 不會小心 不會咬住你的速度 感覺那種Smoose的感覺就很舒服 煞車也蠻線性 我想要擠煞看看後面的車 它煞車是比較線性的 不是那種一次咬死 這車應該會不小心就很容易開很快 做得真的在滑順 難怪那麼多開特斯拉的人 開完之後還是在開特斯拉 你像這個車主有沒有 它賣掉就是再換Y 它Y要來了 而且現在Y好像不用等車 這後面的避震器 後面是那個多連桿 你會覺得兩個輪子一起啪啪這樣跳的感覺 對它後面會有兩個 你有沒有覺得它會有兩個懸吊一起跳的感覺 連在一起會碰碰那種感覺 滿明顯的 滿明顯的 就是過比較大的坑洞的時候 後輪的行路質感比較沒有那麼好 這個是倒車懸引加兩車 20年沒有環境 20年沒有環境 這樣應該夠啦為什麼環境 我是不太需要環境 不過它這個我記得 它電池保固 有8年16萬公里先到為主 好啦反正這個是一台 這個還不錯的一個科技車啦 而且比起Model S來講的話 它的體積真的是比較適中的 開起來是輕鬆的 那這個車基本上你開出去 你也不太用去擔心這個 應付市區大大小小的路況 停車場的大小等等都不太用去擔心 底盤低重心低 四驅的出彎可以提早加速 一般的賽車你不是說什麼彎的中心 你不是常在玩那個賽車電動 不是說那個彎的中心頂點要加速嗎 過了頂點之後 就是差不多可以加速的時候 那這個時候前驅車四驅車 跟後驅車的那個特性就出現 四驅車在彎裡面 在彎芯可以更早的 柴油門加速 後驅車的話要更晚 因為如果你後驅車太早加速的話 你可能在彎中心你就 會撇掉 對 你的那一件 應該是這樣啦 據我多年玩GT的經驗 四驅車是可以提早的 你在彎中心點就可以加速了 你要抓地力強 啊不然 沒有後驅車可以更早 你進去之前你就補了 然後開始甩尾 我就在山上撇過一次啊 真的假的啦 打關山上啊 我有在那邊轉過一圈 我每個人講過嗎 沒有耶 我也是不知道開146 我也是在彎中有沒有補下去 結果我在那邊旋轉 我停下來的時候 車是反方向 掉頭 我其實是要掉頭下去7 我總會想到那邊 好啦反正就是四驅車 可以再出彎更早的 做加速的動作 所以它速度很快 欸特斯拉在現在利保賽車場的那個排名 高還低啊 啊 我跟你講 我知道了 我上次有看它有一個壞處 你去跑賽車的話 它有一個致命的缺點 電池過熱鎖起來 你沒辦法用極限跑啊 要不然正常來講 以它這個這麼低的底盤去跑 那個應該是蠻屌的 加速那麼快 好啦 再來最後我們就談這個特斯拉的價錢 最近前一陣子吵了一波 大家在那邊說什麼便宜幾萬便宜幾萬 然後這個 看到YouTuber們看到這個Model Y 對不對 一降價大家先想到什麼事情 拍片 不管你有沒有Model Y都想辦法沾一下 真的啦 你輸入Model Y那一波降價 有多少YouTuber拍過影片 你知道嗎 就跟我上次開BMW刁鎖一樣 刁鎖第一個反應是什麼 拍片 真的是這些YouTuber 流量來了 好啦這個價錢上面 雖然之前大家有調整過一波 可是這個現在也挺慘 當然我預期這個特斯拉它 雖然價錢全部都有在往下調降 但是呢 我覺得應該還是會hold在一個水準 因為畢竟呢 它有它的口碑在了 出那麼多年了 的確確它該修正的 該改進的都已經改進 而且支持者也很多 賣的數量也夠多了 所以基本上有很多的它的優缺點 都在網路上其實都是查證的到 那人們也會更願意買這車 再加上 現在所有市面上在賣的車 都還在八年的保護期之內 所以呢 我覺得它雖然掉價錢了 但是還是會維持在一個地方 不會再往下掉 我目前觀察起來 應該在140萬左右 當然我們這個是LR版本 如果再買更低階版本 應該會更便宜 那我記得我們這台是買140幾萬 我忘記140幾 這給大家做一個參考 但因為 我坦白要講 因為特斯拉他們現在 在網路上不是有自售的一個平台 那很多人都會上去 選擇到這個平台上面 我上次也遇到一個特斯拉的賣家 他就是因為在平台上面自己賣 結果對方又說他貸款 他就覺得很麻煩 然後他就想要賣給車商 可是賣給車商的價錢 他又不能接受 我就舉例 就是他在平台 比如說他賣155萬 然後人家要跟他買 可是他貸款 他就覺得很麻煩 他就問車商收多少錢 那車商收大概在145到150之間 他又覺得145到150之間 他不能接受 所以他就會卡在那邊跳碳拱 這個一直以來 其實都是一些自售會產生的問題 不是只有特斯拉 其他車自售 你會誤意到這個問題 真的滿好開的 我覺得這個大小 真的做一個電動車 所以為什麼我那麼喜歡那台Leave 我覺得他如果把他的電池 用到一個基本的水準 其實電動車開起來是舒服的 那這個特斯拉試駕影片 在這邊跟大家分享 下次見 那男生第一次會不會痛 看狀況吧 有一個網友就在網路上問說 男生第一次會不會痛 然後下面就有能回答 就說 那個啊 基本上是不會 除非被他爸爸發現 那第二個又回答 第一次痛應該是還好 除非你的狗太小隻 然後第三個又說 應該是還好 除非你男朋友太大隻 哈哈哈哈 汽車教授 職人洗車用品專賣 FRODO 百年歐系煞車品牌 等您希望 五層